它裡面的那個葡萄快爆出來了 哇好脆的聲音喔 在日本大阪非常有名的法式原型酥 現在在台灣的髒話居然也可以吃得到 它真的賣超多從日本印鏡的道地甜點 這一次這一個卡士達跟水果拼成的法式酥 一定要來吃吃看 我們吃完了以後都現在都還念念不忘 點燃 shine 點燃 酥朧不良 點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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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才不會 帶你一個到它裡面才不會東西噴出來 哇 好脆的聲音喔 它裡面的那個叫什麼 葡萄快爆出來了 對啊 它的那個千層你自己看 好吃 好酥脆喔 那個切面很 它葡萄是酸來 葡萄很甜 很甜喔 對 而且我發現它其實卡士達沒有我想像中的甜膩 對 對不對 它是算清爽的卡士達 本來看還想說 這麼多醬也很可怕 本來感覺是肥宅卡士達 後來來了一個劉德華的卡士達 是比較清爽 對 清爽卡士達 難怪 這在日本 我看他們至早要排隊兩三個小時 才能買到一個 不過我剛才看老闆那個 他也是一個要做滿久的 滿費工 他要先把那個餅皮先 壓好心以後 然後拿去煎台煎過 煎完了以後還要再撒上糖霜再去烤 烤完以後然後再鋪盤 所以做一個差不多要等 我覺得應該也要等個15分鐘 你看一下 欸 它上面那個是草莓超多以外 它上面這兩層那個脆皮啊 超 我剛才看他在那邊做超香的 口感 嗯 好喝 它裡面加了非常多的這個卡士達 跟這個 那個叫什麼 草莓 巧克力 這個是 看一看它巧克力裡面是放了一堆 香蕉巧克力跟蒸骨 而且他擠了巧克力卡士達 又零卡 對啊 這樣 哇 裡面有最喜歡巧克力 你剛剛還沒吃芒果的 我覺得我可以單吃這個 這個皮 一層 芒果 然後超級厚的那種卡士達 我本來已經覺得我的心意很堅定 要選哪一個 選巧克力 嗯 我本來以為會很甜 我也是 大人巧克力 不是屁孩巧克力 不是屁孩巧克力 我們一次直接指第一名 好 好 一二三 我覺得葡萄 我覺得芒果 我本來吃巧克力 嗯 後來我吃到芒果肉 我覺得芒果超解膩 我覺得葡萄本身是 就有它的水果的甜聞 卡士達的甜跟那個葡萄甜是不一樣 所以它的甜會有一點層次 然後卡士達是很滑順的 所以我喜歡那個 我比較喜歡葡萄的 而且我們之前有去大阪美田有吃過 日本原裝的 兩個其實口味是不相上下 但是它有一個地方贏它 日本那個比較它的外面的餅皮 比較像餅乾 對 然後它去就 就斷了 然後比較硬 它這個是比較像是那個酥皮濃湯外面那一層 喔對 因為它是外面已經焦糖化 好硬但是裡面還是有一點 那個千層酥 對對對對對 這個這個很不錯